YES 剛剛很熱鬧 我不曉得這邊是抒情的 還是什麼的 對 好 那請問一下 想問師傅跟雞雞 你們要做什麼料理 我們今天做 怎麼那麼長的名字 我們那才特別 爆花生醬培根豬肉薄 你有吃過嗎 對 剛剛那個肉球做已經很難熟 我看到你的培根 我看到你的那個肉 不會 所以這個培根 就一開始就要進來了 等一下玩意又計時開始 沒有關係 OK 計時開始了嗎 師傅無關 等一下 你們大白天就耍賴了 沒有啊 準備動作 我們是不是先跟大家聊一下 不是耶 你這樣子做了 又請問一下 雞雞在旁邊是要 等一下她要負責翻面的動作 好難喔 還有這個抹麵包 沒有啊 她有時候翻面很難 是 抹麵包很難 很難的 很難你去往北走一點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計時開始 那我這個漢堡的麵包 先烤一烤加熱 等一下剛好我們來用奶油抹刀 塗一下奶油 讓它麵包變得更香 那這邊這個豬絞肉抓鹽 抓鹽它就會讓那個蛋白質 變得黏性就會跑出來 所以不要 裡面是沒有任何粉的 它裡面變得非常黏 黏 抓好鹽 今天好像每一把都在抓 對 都在抓 因為很多人吃這個漢堡 因為絞肉啊 牛絞肉 剛剛沒有放牛絞肉 對 因為有些不能吃牛 變香 對 加一顆蛋嗎 不要加整顆 我們先把它打一半 用蛋白喔 可能要稍微挖一點蛋黃下來 綜合一下 對 就是因為 如果你整顆下去的話 你就要變得補很多粉 它才有辦法擰切 是 對 所以你這時候 還有剩半顆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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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 你剛才跳下去去查 我覺得你應該補充一下 蛋白質料 好啦 我們把洋蔥 洋蔥有處理過 它炒過了 加一點胡椒 對 我們剛剛半顆蛋呢 我們大概就是差不多 兩間匙的麵包粉 然後這個洋蔥的部分 就看你個人喜好 但是洋蔥加它 多容易散可以嗎 是 天啊 這好香喔 對啊 香翻了 請問是不是大娘 我們要講幾次啊 我們看一下鍋子嘛 我們時間會關心一下 隔壁的老婆子 隔壁老婆子 對啊 老婆子是有感情的 老婆子辛苦了 是不是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培根 首先要換手 這個部分 我一定要親手指導一下 感覺要在外面等待著它 來不及的感覺 然後一把它壓成這個 圓圓的 換手啦 我現在要做一個 你現在要做一個 你現在不能壓 我看圖給你看 好 中間圖 好 把那個 老婆子撞掉了 換手啦 現在到底要做什麼 看不懂 再做一個 再做一個 怎麼會做 到底要做什麼 雞雞沒問題 雞雞 對 你再把那個豆腐平 這樣差不多吧 這樣差不多嗎 對 然後呢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你把這一塊再擺 我回那邊去 對 真代表甜甜圈嗎 我不會被你們影響了 真的 不是 雞雞 好 對嘛 手拿出來啊 對 對 你剛剛在後面走來走去幹嘛 你有手 我剛剛在找這種東西啊 他剛剛不就在你面前 對啊 他眼睛看不到 奇跡的時刻來了 死掉了 還有一點 沒有關係 把它弄固定就好 龍是不是真的有一點 性感樂禍的感覺 沒有 他說要有畫面嘛 我們要看一下畫面 他有畫面 我認識你那麼久 我終於發現已經好厲害了 他等很久了 他很厲害 兩個蛋 現在就要打了嗎 把蛋打在一起 現在都可以凝結在一起 欸 欸 蛋的啊 這個滿特別 看起來滿漂亮的 還不錯 這可以學一下 哇 這個蛋蛋的 蛋蛋它剛好可以 你不要在裡面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關心一下培根 所以說 他這個要翻譜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蛋會讓難度 對 沒錯 培根差不多了吧 老闆 你來囉 想我再比一下 重翻 對 這個 沒有 你有那個 蛋白下去做底了之後 就很好翻了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不相信你 你翻給我看 現在還不可以 現在還不行 現在還不行 想害我 那你自己翻了 我等一下來翻 你現在可以走 太黑了 我覺得培根才可以了 為什麼那麼黑 對啊 不能那麼黑 因為有油 對不對 培根那麼黑對不對 那現在大家自己 你可以抹奶油了 來一點運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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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嗎 我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這個時候 我們大家要跟著身體擺動 因為你幹嘛 這一段就不好玩了 觀眾朋友 不要管他 跟著潘老師一起動一動 左邊右邊走一下 右邊左邊走一下 這邊都要做薄薄的奶油 薄薄就好了嗎 就這樣子薄 不過有起司的話 也是可以放起司的 有起司的話更好 對 所以今天沒有帶起司 喜歡吃奶油的可以多一點嗎 可是因為今天潘老師來 我想說他配合健康 配合舞動 這一點就厲害了 對不對 你先把它畫開 剛難度的 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對 畫開之後 然後 好 掃一掃 掃一掃 好厲害 好厲害 厲害 謝謝 也不過三個米 你們看一眼 換手嗎 換手 我們完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剛剛說老師 感覺更沒有換手的感覺 跟你們兩個一直都是這個地方 沒有啊 所以我們現在主要就是花生醬 對 花生醬狗狗 稍微讓它弄軟化一點 為什麼 比較好 口感會比較細一點 花生醬它的甜跟培根的鹹香 會互相的配合 所以要跟鹹香的肉品搭配 花生醬要用這麼多 冰奶有多料 還要更多 你要繼續動了我 沒有 這次 太多了吧 有一點吃吧 那我可以在家裡面 熱這個花生醬嗎 用熱的 就是讓它軟一點 也可以 也可以 它比較有這個 一點點那種 薄薄的 受熱之後 然後可以先塗了 再去 好對不對 它就會融進去 好好吃喔 好好吃 然後我們這個配合一些生菜 總是要有一些 健康一點的東西 10秒 沒有啦 原來 他才剛剛換手耶 沒有 所以我沒有理他們的意思 好淡定 保持鎮定 很溜感 好淡定 對 而且不為所動 不是 我聽你還五個變六個 我這樣走了 三個變五個超越 哇 好笑 你們這只是心血管疾病 你不要顧這個 你們偷吃花生醬耶 這口不好吃啊 那一口四百卡耶 一口四百 太誇張了吧 那一口四百 因為我等一下會在家裡面 就自己在那邊跳 這五一下是不是 自己煎 沒有問題 OK了 完全好了嗎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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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非常紮實了 我來考慮一下 只要煎到紮實的話 就表示肉熟了 對 哎唷 我們綽綽有餘啊 但是蛋黃一定還要生的 好嗎 表示說蛋黃裡面是生的 太厲害了 等一下我們把它對切之後 對 就是它那個juicy的感覺 對 可是你家花生醬夠嗎 夠 好讚喔 已經夠多了 好好吃的感覺 半個花生醬 你這樣幾個月 一禮拜多點嗎 不會不會 不要貴一點就好 不要貴一點就好 吃完一天的熱量就夠了 多多點 多利多消啦 這個要跳好幾點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這一球吃下去 好好吃喔 其實你記得要簽名半年了 好的 完成了 來 好 來 這是我們今天的 花生醬 美根 豬肉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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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大片後煮絞肉 在三位師傅的手中 變化出各具特色的絞肉料理 究竟哪一道最具有冠軍項呢 是龍師傅跟蔣瑋文的 道地中式小吃龍鳳腿 還是小黑師傅跟潘若迪 充滿動感的皮蛋肉球 還是小剛師傅跟橘橘 美式花鮮醬皮跟豬肉堡呢 趕快 趕快先不再說好不好 先從龍后鮮開始 直接吃 來 都在我們唱給他拿啦 直接吃 發一嘴 慢慢的主角 先聞一下 先不用沾 先吃了 吃完之後覺得不錯 對 再沾看看 這邊有錢 這邊有錢 我的媽 好好吃喔 先放進去 對 看那個內餡 有沒有感覺那個舒暢的口味道 差一點 差一點 對 講實話 真的很香耶 還好 它是吃的芹菜跟芹菜 對 而且肉一定要炒過才會香 我覺得那個花枝裝在裡面 來 用沾的講 如果它才會講 一點點就好了 就不要 稍微不要太多了 好吃耶 可以再吃下去 對 一點點的 好 沾這樣比較好吃 對 中間是最合 來 這邊還有這樣 所以今天這樣才可以把它 那個不好吃的地方蓋過去 好耶 算了 算了 不要給它沾了 而且 生氣了 那個沾要沾了 炒過之後整個香氣 那我覺得你的小孩會起碼 對 這還要講 分身一點點的 其實不會油膩 對 可以喔 來 我們的第二道 迪蛋肉球 我們以為不熟的肉球 它是熟的嗎 其實 還是它只是接旁邊熟的地方給問 這個不得了 你太誇張了 不是啦 其實都不得了 這個不得了 哇塞 對 鹽太大了 真的 我跟你講 有夠浮誇 它幫裡面那個 壁形的味道 就已經把什麼 把皮蛋跟那個肉的那個彈性 秤多出來 我三個咬在裡面 跟巴斯巴斯巴斯的響 這是真的 我覺得什麼功成最大 跨波劑 你看 對 對不對 挑得好 乾淨 而且 然後你可以吃到肉 跟皮蛋的特別的味道 我們來試看看 現場是我們的培館 解剖一下 花生醬培根 有 早餐吃這個應該 早餐真的坐一下 一個禮拜真的要吃完了 晚餐 來 晚餐 早餐 不得了嗎 是不是 好香喔 那個花生醬真的是蓋的 湯汁流出來了 這個蛋汁還不錯 它只要融在裡面 好像 那個培根有點削 對 有點乾淨 沒有 雞蛋裡挑骨頭好吃 就說好吃 我們贏定了 我告訴你 這個逐漿好像砸到我 逐漿太危險了 這個東西 真的好辣 怎麼會那麼厲害 而且我覺得 這真的是貨真價實的培根 它是厚的 口感更好 對 你吃得到口 所以是花生醬好吃 不是肉好吃 肉好吃 而且外面吃不到像我們培根 外面都是薄薄的一片 我們就過分一下 真的 你每個把它拆開吃就還好 把它拆開吃就還好 好 吉他 你講什麼 這個肉吃太不得了 誰是我們的 Niky 來 你等一下只到後面吃 可以 我們到後面來一下 很好吃 跟你的廣開跟生在一起 我的新婚很怕 我都不敢靠近我 靠近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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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還沒有判定 還沒有這樣 老兄弟穩一點 好不好 不怕 百大天后豬絞肉 在三位師傅的手中 變化出各具特色的絞肉料理 究竟哪一道最具有冠軍效呢 是龍師傅跟蔣偉文的 道地中式小吃龍鳳腿 還是小黑師傅跟潘若迪 充滿動感的皮蛋肉球 還是想讓師傅跟Gigi 美式花生醬培跟豬肉堡呢 我想知道耶 他們竟然會選 臺灣豬腳味 但我不知道阿蘇可以賣得好 還賣不好 因為他不是油炸嘛 這奇怪 下次真的是江偉文 就弄點油炸的吧 就蛋油就好了 會放那麼多的油 是嗎 你有事是不是 不是我們 好 好 可以 可以 因為他們沒有吃過這一句啦 好 恭喜龍師傅跟蔣偉文 躲下今天的阿蘇 炒香的絞肉 加入紅蘿蔔高麗菜跟洋蔥 用豆腐皮包捲起來之後 入鍋油炸 香酥爽口的滋味令人意猶未盡 趕快大家早餐晚餐午餐 都可以出來看 然後吃完之後呢 趕快去早餐那邊跳跳 有氧舞蹈師把油給甩掉 妳看看 我們現在來頒獎 好 專用的精美 我們兩位的 謝謝 謝謝 你幫我頒搬一下 太好了 謝謝 我們其實要叫慶祝的家常菜 太好了 菜也要不出來 今天已經上囉 趕快去梳菊買喔 這個菜趕快寫起來很簡單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謝謝 我回去可以說這個 可以的